记者李新峰台北报道,民进党上周中常会传出力挺台北农产公司总经理吴英宁的农委会副主委陈吉仲,因为香蕉价格崩跌让总统兼党主席蔡英文震怒,标骂农委会,外传陈吉仲日前已向上级提出辞呈,但被未留,不过蔡英文坐在中常会澄清她并没有震怒。 对此,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受访时没有正面回答,只说谢谢二子,政院发言人徐国勇也说,不知情,我看到报道也吓了一跳,他后续会进行了解在告知媒体据农经专业背景的陈吉仲,是学者出身,也曾参加社运团体农村阵线,并在蔡英文竞选总统时,担任民进党智库农业小组的召集人。 负责研拟农业改革政策。 蔡英文前年就任总统后,曾传出想让陈吉仲直接担任农委会主委,但有人认为陈吉仲因无行政经验,因此,最后安排陈吉仲先担任副主委一职,待其熟悉官僚体系的运作后再复正。 不过,绿营内部有人解读蔡英文为香蕉价格崩跌标骂,其实比较像妈妈骂小孩,并非真的震怒,怪罪陈吉仲。 也有政府官员认为陈吉仲既专业又认真,确实是个人才,这样的人才应继续为国家所拥。